不過這也真是嚇了一大跳 來看到就在今天清晨五點多 台中太平區的一處民宅 突然發生了鐵皮遮雨棚掉落事件 那麼由於這處的遮雨棚呢 是三戶連在一起 因此當時這巨大聲響呢 把住戶都給嚇醒了 現在還有人是正要出門 差點被砸中 實在相當驚險 那麼這集意外也造成兩台轎車車頭 因此被砸毀 是密場的鐵皮遮雨棚 整片掉下來還勾到電線 清晨這一砸 把住戶全嚇醒了 住戶直呼還好不是上班時間掉落 不過他的銀色轎車停在門口被砸中 車頭整個凹陷 維修費用不便宜 還有一台綠色箱型車 同樣被砸到保險桿掉落 甚至有人差一點點就被砸中 會像當時狀況人心有餘悸 因為本來要帶小孩去上學 才剛開門 遮雨棚就掉下來 真的好驚險 住戶表示這個遮雨棚 是三戶連在一起的 大概已經有三十年 15號清晨五點多台中太平區這處民宅三戶連接在一起的鐵皮遮雨棚疑似年久失修突然掉落砸中兩台轎車 而購到電線電信局人員立刻來維修沒有造成停電 也好在沒有砸中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張哲偉林家瑛台中採訪報導